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爱好 然后花他们的钱有点不够试试 还是我签给你吧好不好 我认为其实春天算是一种很好的个人理论和休闲活动吧 比如说我会给自己定一些小目标 就是这次考试如果说多少多少分到了 我就讲给自己去看一次吧 那比如说前一阵保研了 然后我就讲给自己去做到很靠前的位置看他一次活动 那偶像以后恋爱了会难过吗 这都是一个人生阶段嘛 就是我自己也是要谈恋爱结婚生子 那我的偶像当然也要谈恋爱结婚生子 我还能拎得清楚男朋友和偶像 就是我不会 就是他们在我心中的都很重要 但是不会彼此影响